孩子们,上课,反弹 孩子们,我来上课了,下课吧 好的 哈哈,不用上课了 孩子们,快来吃点蔬菜吧 反弹,我吃蔬菜 喵喵喵 哈哈,蔬菜也不用吃了 孩子们,你们怎么乱用反弹魔法呢 我要把魔法收回来 反弹,不能收回我的魔法,不能 哈哈,这下我们可以把所有不愿听到的话 都反弹给对方听了 太好了 可是,女巫传给我们的魔法,是让我们体验的 我们这么做,哦好吧 刚刚还要女巫也中招了 哎呀,没关系的 我们就是玩一会儿 拨一会儿,魔法就消失了 就是,没事的 美人鱼,我们走 等下魔法失效,女巫反应过来 我们就完了,好吧 还是晚了一步 朋友们怎么走了呀 我要赶快找到他们 他们太任性了 人鱼往后,我们要去游乐场玩 不可以 今天游乐园不开门 我们知道你有钥匙 你给我们开开门呗 不行,你们自己去不安全 白雪 美人鱼 安娜 我们不去了吧 我觉得人鱼往后说的有道理 可是我就想去 白雪 美人鱼 你们想去吗 我们想 嘿 有办法了 人鱼往后 你快给我们游乐园钥匙吧 我不会给你们的 不会给我们什么 给你们游乐园的钥匙呀 反弹 我现在就去拿游乐园钥匙 不能对人鱼往后用魔法 你们不能这样乱用 魔法过一会就消失了 没错 你们太过分了 我不会再跟你们一起玩了 我要去找女巫 收回你们的魔法 女巫 女巫呢 你快出来呀 凯莉 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他们人呢 我没和他们在一起 小野 你找我什么事 我是来提醒你们的 你们可别乱用魔法 这样 大家都会讨厌你们的 我现在就要找到女巫 收回他们身上的魔法 既然这样 看我的 这是女巫给我的招货海罗 哎 刚刚我竟然中魔法了 小野 凯莉 怎么了 女巫 对不起 刚刚是我们不对 你现在快收回我们身上的反弹魔法吧 白雪美人与安娜 他们还在乱用魔法 这群孩子 真是太顽皮了 说好了 只是体验一下的 小野 凯莉 你们跟我走 哈哈 拿到游乐园钥匙了 收 谁让你们乱用魔法的 白雪美人与安娜 你们三个 以后也别缠着我 让我给你们魔法玩了 太过分了 妈 我们错了 女巫 你收回我的吧 我也不要了 小朋友们 点赞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